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相关一题我们今天节目中 访问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 王坤毅 王教授为我们分析说明 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王老师 为了奸取香港 2017年落实香港特别先驱 行政长官曾普选 继罢课和游行后占领中管行动 自上个月28号登场至今 已经进入了第9天 王老师 情势演变至今 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我看最重要的就是 都什么时候结束 但是这样看起来 好像没有结束的那种情况 因为香港学联了 三个要求 港府都不接受了 那当然如果两者要谈判的话 那一定要一方让步 那一方接受这样 可是呢 这个东西好像 就是两者之间 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 那因为学联方面 他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 跟港府对话的时候 必须要多轮对等 那也会觉得说 谈判为什么要多轮 就是不断的谈就是了 然后两者要对等的谈 也不是一次就搞定了 因为这个什么 谈判来讲的话 如果一次都搞定了 那等于就 搞好就就好了 如果不好的话 那么 最碳不应该是一轮 要多轮 不断的谈判 不断的修正这样子 第二个那个要求就是 政府必须要能够确认 或者是执行学生 以政府对话的一个内容 那政府对话的一些内容 大概学生之前了 九天以前吧 那么整个学生都起来罢课嘛 那巴克当然其实就是要求 学生的要求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说要真朴显 真就是真假的真 现在是假朴显嘛 为什么 因为要当候选人 这必须要有1200个委员会 组成的 是中共所签字的 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由他们提名 那由他们提名以后 你才有资格去选取 然后选人这样 那这样的要求来讲 这是中共这个全国人大 那么所通过啊 全国人大常委会 所通过的一个指令就是了 那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么中共不太可能 去改变这个全国人大常委 所通过的这个议案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香港吵一吵 烂一烂 这就可以改变那个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 决议的话 那其他的地方啊 其他的省啊 市啊 或者是那个新疆啊 那个西藏啊 对不对 如果来的话 那所以他们不太容易 也不太可能去改变这个 全国人大常委会了 那第三个要求呢 第三个是 要港府要让政改 有实质的一个改进啊 那实质改进是什么呢 当然也就是那个 可能在他们的那个制度上啊 那有一些变革就是了 那雪脸就坚持港府啊 如果不接受的话 就不愿意展开对话 那如果两者之间 不展开对话的话 那这个占终的行动 就不可能有结束嘛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他们之间这样子的九天啊 还没有一个结束的 迹象的看法 是 王老师 那如果他们学生 跟港府方面 如果未来有一些对话 对情况是不是 有可能有转观的空间 那基本上 现在港府就已经不接受 雪脸这三个要求了 那雪脸就已经 不愿意展开对话了 那这展开对话 当然两者之间 起码到现在来看的话 是没有对话的空间了 一方不愿意让嘛 就政府不愿意让 学生呢 也把这个要求提的那么高 那他们怎么让呢 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说 两者啊 对话或者是谈判的双方啊 一定要有一个棒子与萝卜 两者才有办法达到一个目的性啊 那是问题就是这个 港府现在只是都拿着这个棒 没有要拿出萝卜来喂这些学生 只有硬没有软是不行的啦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我觉得是 相方面很难妥协的一个地方啦 是 老师呢 我们另外看一个角度 就是说香港降临中环行动呢 到今天已经第九天了 您觉得对香港社会 产生哪些的一些影响 我看很普遍性的影响 大家都把它想说 没有生意可做啦 这个问题 但问题不是在这里啊 问题是香港 港民的那种政治意识也抬头啦 这个英国是民主国家 所以他给他的一个 给港民的那个民主的话 其实没有他的必要性啦 但中共是专权啦 一党领政的国家 那他给能给港民什么 没有保障啦 大家会慌啦 那这样的话 很必然的就是 港民当然要站出来 尤其是学生 比较还有具有理想性的 要站出来抗争 要求他们所要求的东西 这不一样 就是说比如说 台湾对美国很亲啦 那台湾对大陆 现在也是很亲 但是你看 我们对于大陆的信任 就没有对美国的信任 那么大嘛 所以这是两者之间 常常会有一个 要一个清楚的概念 也就是说现在港民 香港人他不能接受 这个1200名的委员会的 这个提名啦 那是属于中共能控制的 这个东西 香港现在面临的是 中共的那种 比较你看维权的 那个观念那么强 然后要经过这个委员会 1200名的这种委员会 来提名 那这些属于学联的啦 或者是泛民主派的人士 根本就不可能被提名啦 所以他们真的是 真的这一个 那他们又担心 就是那个香港啊 被选举的这个特首 就是行政长官啦 被选出来的人 可能都是听中共的话 不听话的话 下一次你就选不上了 所以他们担心就是说 这个政治如果依照 中共的那个规划 这样去实施的话 那等于是把香港民主的 那个脖子啊 掐得紧紧的那个样子 这是他们最担心的一个地方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 等于是站中的问题 一直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关键处啊 是 欧老师 您刚刚帮我们分析的是 它主要的原因何在 另外还没有一些其他因素 除了是希望能够争取 真普选之外 还没有其他的一些 社会和经济的因素呢 很多人想说 西方媒体或是 尤其那个是美国啊 在背后支持他们这样 那这当然 我觉得也不需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啦 基本上就是说 香港人民过去是 很没有政治的意思啊 那 既然没有政治的意思 现在突然 一堆人赚你中环 还有什么铜锣湾啊 那会感觉说 怎么突然这个香港跟台湾一样 那个政治啊 好像比那经济更煽动人心了 台湾也是一样啊 早期在民主化的过程的时候 一有政治 大家都很热情啊 对不对 那现在香港也开始走向 这一步了 就是说 哇 一看到这么多人集中在一起 很多人不是看热闹 很多人是去加进去 所以有政治意识 没政治意识的人 都可能在这个地方 学习到怎么样去争取民主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因为基本上 民主不可能是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啦 民主一定是要去争取的 任何的权力啊 这种power 任何权力 都一定要是人民去争取的 如果人民都不愿意去争取的话 那政委要怎么安排 怎么安排 你都没话讲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处啊 从民主的一个建构来看的话 香港民主的建构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好一点的一种 学习的一个过程啊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访问到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专业所 王坤毅 王教授 针对这次香港 曾凯争取 真普选 发动的战中运动 相关的一些影响 还有诚意 给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王教授 请用访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